武汉京开区楼盘价格最高达到了近2万美平 最低的6000左右 首先我们看一下京开区的门户 位于南太子湖板块的宇州项目 该楼盘5月份以来 特价房最低打出12800起 均价在14000左右 该楼盘地段和相应的商业配套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楼盘开发的品质 不少客户有点不放心 第二个楼盘 位于京开区最核心的地段 由武汉成建和招商开发的蔚来中心楼盘 这个楼盘几乎没缺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楼盘有着京开区最好的地段 最好的学校资源 有着很好的户型 还有项目自身的商业配套 确实很不错 目前单价从18000到20000不等 户型越大单价越高 注意一下 本周末该楼盘的特价房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 转口中心板块目前在售只有这一个楼盘 接下来武汉成建还有一个低密度的楼盘 过段时间也会推出来 沿着车程东路到转口路 这边的楼盘单价从10000到13000不等 该区域最大的优势 第一是离京开核心位置很近 第二则是有着京开外国与学校的资源 其他方面配套则比较差 第三个楼盘汤壶关注盒 第四个楼盘月想湖景 也都是武汉成建开发的 前者单价在13000左右 后者均价在11000左右 注意的是 后者近期优惠力度很大 该楼盘户型也挺不错的 最小88平可以坐到三房两厅一位 比较适合刚需客户上车 但这两个楼盘目前离地铁口较远 同时商业配套也还没起来 继续沿着转口路方向 下一个楼盘今年一直卖得不错 德信地产开发的楼盘 含金装修均价在10500 楼层好一点的在11000左右 楼盘含金装修 同时售楼处阶段性营销还送车位 单从性价比来看非常不错 项目离16号线地铁口 大概在450米左右 沿着地铁下一个板块 是很多人关注的小军山板块 该板块目前新楼盘比较多 还有多快递还没有开发 整体上来看 永哥比较推荐地铁口附近的楼盘 该板块单价从6000到8800不等 首先第一个楼盘 车都春台里 目前有80多平的小户型 均价在8500左右 融创的楼盘离地铁口非常近 位置不错 不过目前暂时没人敢买 而位于京开区新的政务中心区域 那一堆楼盘 毛坯的价格普遍在6000左右 个别楼盘经装修的价格 则要高一些 离地铁口最近的北辰27的楼盘 距离大概在900米左右 其他楼盘则至少1.2公里 该区域除了价格便宜 其他配套目前没有 继续沿着地铁16号线 下一个是中建开发的楼盘 该楼盘离地铁口确实很近 同时对面就是武汉爱沙国际学校 和融创后期要建设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融创茂 目前该楼盘均价在8300到8600左右 小军山目前开发了只是一部分地块 还有不少住宅用地 学校规划用地和商业用地尚未开发 经开区的楼盘 大概集中在转口路和小军山板块 其他板块主要是经开区的产业 或者就是农林用地 关注永哥带你选房